常常在马路上看到长辈们骑着电动车 却是横冲直撞 把马路当自家的 县议员侯明科 希望县警察局遇到这些老长辈 违规乱闯时 能事先加以劝道 县议员蔡宗志则表示 他接到许多民众陈勤 南钢工业区 很多外籍移工骑着电动车 在马路横冲直撞 他希望县警察局能加以重视 而在台湾的外籍移工 也必须要遵守台湾的法律 连接到电动车 刚才说到这些所有外籍 所有你驾到外的电动车 都是这些外籍你驾到 横冲直撞 这本身 赞金也接到过几个通电 外籍就这些抓到都没问题 我们台湾八世 就这些抓到 开到下的车 这才有公平 希望这些外籍 我们这些贪金也很辛苦 希望它也是要连接到 台湾的法律 也是要来尊所 县员曾正言提到 上次在光明派出所前 发生的重大车祸伤亡 建议增设闪红亭 闪黄让的牌子 并且在南投市率先作为示范区 每年的交通事故 而电动车违规行驶道路的问题 县议员 红明科 蔡宗志 及曾正言 纷纷表达关切 也提出建言 同时呼吁大家 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